基本法不单止列明香港 最终要达置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 还清楚指出相关的宪制要求 根据基本法第45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 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最终达置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即是日后的行政长官候选人 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 提名之后会由全港选民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普选行政长官 最后当选人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正式成为新一届的行政长官 所以我们的普选制度 是要由提名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 如果是有些提出的方案 会造成妖过或者削弱提名委员会提名权的话 我相信这些方案都很难符合基本法